圣墓 我们今天好好谈一下 跟你们 我跟你们有什么好谈的 和你交手了这么多年 也算是老相识了吧 有什么话 快说 你应该知道了吧 日军战败了 正在拟定投降诏书 不 这只是传言 是不是传言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我今天能和你来谈 就证明我对你 还抱有一丝的期望 从修道院的那次事情来看 我发现你的内心 还有一丝没有泯灭的良知存在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圣墓 放下战刀投降吧 这场战争 很快就要结束了 不可能 我是绝对不会背叛我的祖国的 日本宣布投降 那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我们只是不希望再有无谓的战争和牺牲 我们希望你回去 奉劝你的师父百元 放下武器投降 并且释放那些战俘和囚犯 我们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并给予你们正常的战俘待遇 你们提的这些要求 我师父是不会接受的 好好想想你的战事吧 他们曾经有一个多么美好的家庭 有妻儿老小 因为这场无谓的战争 他们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还有你 你得到什么了 这场战争从一开始 你们就是错误的 现在不能再错下去了 你好好地考虑一下 如果有什么情况 随时可以和我联系 你们去过茶楼 可惜 你们没有好好地品尝 中国茶的味道 你觉得他真的会帮我们吗 好消息 好消息 日本天皇 已经在重重压力之下 写好了投降诏书 应该很快就会宣布了 真的 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乳嬌 是真的 是真的 太好了 没想到那么快 是啊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终于等到了 但是我们有些事情 还没有完成呢 小虹 我们能信得过圣末吗 小虹 我们能信得过圣末吗 看他那天的表现 估计已经接受了 白元这个老贼 不会轻易答应投降的 田中将军 我们已经成功地研制出了 H.I.病毒细菌炸弹 明天就可以进行引爆实验了 田中将军 我们已经失败了 接受现实吧 尽快消除我们在中国 进行细菌武器实验的 所有证据 天皇陛下 会在明天一早 正式宣布 无条件投降的证 不 这不可能 所谓一名帝无的军人 我知道 这是令我们不能接受的现实 可是现在 本岛已经是生灵涂炭 事已至此 我们都已无力回天了 不 不 我绝对不会这样认输的 白云军 这是命令 不要完抗了 战争已经结束了 师父 你怎么 您怎么了 我没事 盛墨 刚才你去哪儿了 刚才有人报告 屋子仓库有拔路破坏 我带人去看了一下 是泄虎他们 抓住他们了吗 没有 他们设下了埋伏 我中了他们的埋伏 中了埋伏 他们对我并没有怎么样 只是希望 说服我来规劝您 率部弃械投降 叫我投降 师父 他们承诺 只要我们释放 被囚禁在司令部的战俘 并下令投降 他们会既往不咎 并保证我们的安全 天皇陛下 已经拟好了投降咒术 明天就要正式宣布了 师父 既然战争已经结束了 就不要再做无畏的牺牲了 好了 不要再说了 师父 师父 我们该回家了 道之灵子和鬼种提前行动 有天亮之前 马上不停 秘密赶往制定的地 一定要在天皇宣布 投降诏书之前 引爆细菌炸弹 另外 把所有的战俘 都集中到院子里 师父 我们还没有战败 执行命令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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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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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灵子和鬼种带着细菌炸弹 正前往五里阵影西 三宫里处的移处秘密地点 打算引爆炸弹 请你前去阻止 还有 修道院里的战俘 全部关押在日军的司令部里 是 谢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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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他们一大早就出发了 石川灵子和鬼种他们 带着细菌炸弹 现在已经去 五里阵以西三宫里处的 移处秘密地 准备引爆炸弹呢 连循廷 苏姑娘 跟我进去 孟营长负责经营战俘 已经要和我们撤退 动作一定要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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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倒酩 你倒茶 快 怎么样 怎么样 战俘已经找人了 快点 快走 快点 快 快走 快 快 快点 走 走 快 走 快 快 走 快 快点 快 快点 走 齐队长 鬼子立功中队冲不来了 算下四军 千万不要炼战 快 在那边呢 跟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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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シャッ 本学院 没有如果 这样 起来 这个 就是这里 那就开始吧 糟了 驿班长 你带人在这里做好准备 你们就等到我的枪声一响 看准时机冲过去 记住 一定要安全地抢到那颗炸弹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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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快快快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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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谢队长 什么情况 童姑娘让我告诉你 昨天圣幕传来两个情报 一个是石川林子和鬼种 带着细菌炸弹打算引爆 还有一个 是在今天中午以前 版园打算集中屠杀战俘与囚犯 这消息都准确吗 童姑娘和一班长 带着部分游击队员 去阻止细菌炸弹的引爆了 什么时候的情况 咱们不汇报就行动了 谢大哥 我估计她得到圣幕的情报 根本来不及跟咱们汇报了 对 童姑娘是想分头行动 她阻止细菌炸弹引爆 而我们就去营救战俘 希望童姑娘顺利 孟营长 带战俘回营地 同志们快 跟我走 快快快 快 走 走 我们去日军司令部 来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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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也不过荣散了 霸占别人国家土地的侵略者 你们早晚有一天会滚出中国的 死到临头了还在认 只要保住自己国家的土地和人民 牺牲又算什么 牺牲去死吧 别动 站住 把东西送过来 我就放了它 否则 别过来 快开枪 开枪啊 快开枪啊 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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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营长 大日本帝国的武士们 我们的广岛和长崎 遭到了美国原子弹的袭击 岛内一片涂炭 而我们的敌人 此时此刻 这个要挟 让我们缴械投降 我百元振雄在此正式宣布 我们大日本帝国 和天皇陛下的军人武士 绝不可以缴械投降 现在正是这场战争的关键时刻 我们要拿起手中的武器 我们先灭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列等民族 致命的一击 现在就让他们知道 我们大日本帝国 哪怕只剩最后一支部队 剩一名士兵 我们都不会缴械投降 就在此时 我们要杀光这个城市所有的人 要今天变成一场血迹 来慰藉我们那些死去同胞的灵魂 你们面前的这些囚犯 是中国人中的诗人 艺术家 医生和科学家 既然他们拒绝和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 那么我们现在就拿他们开刀 杀了他们 那这片土地再也没有艺术 科学和美好的东西 住手 师父 这些人现在还不能死 淳子 你 师父 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们没有必要再杀这么多人了 不许胡说 我没有胡说 田中将军不是给您打过电话了吗 难道他没有告诉你 我们即将宣布战败投降的消息吗 你 师父 这些人 现在是我们手里的人质 如果共军打过来 他们不敢对我们怎么样 师父 这些囚犯是案板上的肉 他们的生命微不足道 而我们现在最重要 是保全司令部的安全 混蛋 你怎么敢阻止我杀这些战俘 师父 大势已去 我们何必再杀害那些无辜的百姓呢 住口 大日本帝国是绝不会认输的 我们是天皇陛下的武士 为了帝国的荣誉 和天皇陛下的圣战 我们义不容辞 可是现在 战争已经结束了 难道不该停止这场杀戮吗 战争永远都不会结束的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只有最优秀最先进的民族 才能主管这个世界 掌握自己的命运 向这些劣等民族屈服投降 这是不可饶恕的耻辱 师父 刚到中国的时候 我和您是一样的想法 住口 这里还轮不到你跟我说教 师父 为什么现在 你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这是战场 不是学堂 在战场上 要么胜利 要么失败 然而 在武士的词典里 没有失败这个词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敌人的鲜血 来洗刷我们的侵辱 不 这里已经不再是战场了 我们已经丧失了 最基本的良知和道德 我们侵略别人的国家 杀害无辜的百姓 师父 如果您再继续这样下去 您就会变成一个野兽 我绝不能允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 盛莫 你的这种担心 已经没有必要了 再过一分钟 龙子的细菌炸弹就会爆炸 人生灾难不可避免 要让这些愚蠢的家伙 付出惨痛的代价 谢大哥 咱们攻进去吧 不行 里面还有很多战俘 不能轻易动手 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有引爆 蠢子 你做了什么 师父 我把你要引爆 细菌炸弹的事情 告诉了中国人 混蛋 你竟然背叛了帝国 背叛了天皇陛下 师父 我们的罪孽已经够深了 我绝不能再看着你杀害这些无辜的百姓 我愿意背负 叛国的骂名 我只想恳求你 不要再糊涂下去了 请你冷静地想一想吧 我清醒地狠 我真没有想到 我最疼爱的弟子 你居然成了帝国的叛徒 你背叛了祖国 背叛了我 师父 我绝不能亲眼看见 疼爱我的师父 变成一个冷血的杀手 对不起师父 我必须阻止你 你死不量力 阻止得了我们 我现在就去杀了所有的战俘 师父 师父 放下荼道 我们投降吧 不可能 你们给我听着 我是八路军帝 1150独击队队长谢虎 我现在正式对你们宣布 日本战败 很快就要投降了 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 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投降 我军的政策是 脚枪不上 又带俘虏 他们终于来了 沈默 看见你真的成为叛徒了 师父 不要再杀人了 让开 师父 师父 不要再杀人了 没有的东西 让开 师父 停手吧 你竟敢拿刀对着我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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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想找死吧 师父 回头吧 不要再顽固下去了 我曾经把广播打开了 好 你想死 我就让你死个痛快 让开 神木 你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躲开 师父 淳子 是想用自己的生命 来唤醒您 您从小 像父亲一样把我抚养长大 教我武功 教我武功 那时候的您 是那么善良 可是现在 您变了 不是我 是这些中国人 把我变成这样的 不 改变您的 不是他们 而是这场战争 这场我们日本人 发起的战争 他夺走了我身边的治安 我的父母 我的兄弟 刀刀军 还有丘缘 师父 这场战争 你 奪走了太多的生命和鲜血 您带春子回家吧 好 好吗 回到那个 开满樱花的地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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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子 春子 朕深陷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 欲采取非常之措施 收拾残局 自告儿等臣民 朕已实验帝国政府通告英美中苏自驳 愿接受联合公告 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 同享万方共荣之乐 此乃皇宗皇宗之一半 亦为朕所欠卷不忘者 前者帝国之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 十一位西球帝国 只自尊于东亚之安定而主刺 只容排斥他国之主权 侵犯他国之领域 这些大势亦不利于我 加尽敌兵 使用惨不及加弹 拿起你们的武器 查太所及 实施军人 也得敢投降 得杀勿论 则子顶倒却国之灭亡 这场战争本身就是错误的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都深受其害 可现在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 我们不要再为这场错误的战争 而人牺牲流血 王辉大战 王辉大战 看到了吧 这些懦弱的中国人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同胞 死在我们的刀下 却不敢出来救人 根本就不配做胜利者 白云 你们的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了 你们再完顾 只有死路一条 那怎么可能是天皇的声音 那明明就是你们的一个骗局 想用这种小伎俩骗我 让我投降 你们也太低估我了 不要再自欺其人了 难道你不想你们的士兵回家吗 不许唱 不许唱 谢虎 我们是出来 我要跟你决斗 百元 你已经重派亲离了 孤立无援了 谢虎 你再不出来 我就杀光这里所有的囚犯 听见没有 别动 百元 你不是要找我比武吗 先把那些战俘放了 这个时候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出来 我现在就杀了他们 自己进来 谢虎 谢大哥 就这样不要紧 别管我 哈 让你 Sam 和战俘 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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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虎 怎么样 蝦大哥 战俘呢 放心吧 战俘已经救出来了 来得正好 我今天就把你们三个一起送上西天 板渊 今天你的死期到了 板渊 我要为那些被你杀死的战友们报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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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瞧瞧你们这几个笨蛋 在我面前和谈武功 我再告诉你们 我们大日本帝国 才是永远的胜利者 你们想做胜利者没门 哈哈哈哈 傻瓜 来呀 来呀 都给我站起来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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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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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起来 mín Requesin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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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ich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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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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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